那昨天发了一期草本鲜花如何延长花期的一个方法 那到今天呢就已经见效了 昨天我录视频的时候 这颗白色的牡丹花已经蔫了 然后到今天的话它已经一活过来了 而且长得特别的好 看来这个小花包呢也已经盛开了特别的漂亮 好这期视频的话是给银春花换盆的一个过程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脱给它慢慢的口气被它赏了赶 不能生根 主要是赶什么给它把这赶吧来蒸一蒸馅一块 一点一点清点再给它把毛赶赏了 慢慢的去给它 这个这个银春花很好活 就是给它把这个院线的蜡都取经了 窄的慢慢的扬它就算于它没问题 不要不要害怕 它活不了难活 银春花吧 擦个纸就能擦火了 慢慢的给它口出来了 口出来以后再看看拉长需要蒸一蒸 给它蒸一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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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就可以拿着 这个 那个 那么 怎么让的到哪儿啊 就这么让吧 对对对 就这么让吧 给啊就给他往这一拉稍微震一震 谢谢 不快给了他往里回过来再给他看 这个签盘等一下不用放扫子了 直接上吐 直接放在地图 把米一定罹细了他 SNC了他以后他还把他冒给 有些米块倒了,下不去 一顶把这个米来填 吃破了 好,我们再慢慢地给它浇上水 就可以了,浇透它就可以了 好了,这换盆的过程就结束了 其实挺简单的 好了,有喜欢的朋友可以点点